自从希望联盟上台以来就极力的要打击贪腐 也一直把涉及贪污滥权的前朝高官给提控上庭 而副首相旺阿兹沙今天表示 马来西亚近年来的贪腐情况非常严重 甚至还翻倍的再增加 副首相旺阿兹沙今天出席一项有关反贪污的论坛时指出 国内贪腐问题严重 从2014年到2016年之间 私人界贿赂以及贪腐活动在两年之内就增加了约莫一倍 单单在去年贪污问题就已经造成了470亿令吉的损失 占了国内生产总值的4% 针对因为贪污而损失的数额 也是妇女部长的旺阿兹沙表示 这笔数目除了可以充当教育博款之外 也可以用来帮助妇女儿童以及贫困的人民 甚至改善充满坑洞的道路 或者是舒缓政府医院拥挤的问题 这比我们在教育上的数目 这比2017年几乎的数目花了在健康上的数目 当民众普遍认为贿赂或者是贪污行为 只会发生在政府节级时 汪阿兹沙则表示 贪污行为也会在日常生活当中出现 比如说贿赂绞紧撤回交通罚单 另外旺杰也反驳 外界指政府把重心放在速摊 而不是经济 将造成经济成长放缓一事 他认为两者并不互相排斥 他两者并不仅仅限制的 我们的维持坏力长 股仅和izz音协调和平坚 帅和平坚务承得足够的 作詞・作曲 李宗盛